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到小鲜肉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今天他们现在已经在路上 马上就会来到我们这一会儿见咯 你好 我们来了 我是Yunique 我们现在就终于去 MTV拍摄机场 1 2 3 没错 今天做客我们Vivo智能手机 MTV新派的嘉宾 就是亚洲人气偶像男团 Yunique Yunique男团是通过 M-Con-Down节目首登舞台 随后在2014年9月15日 写单曲 Fulling in Love正式出道 大家好 我是Yunique 今天 Yunique男团这五个帅气小鲜肉 将在出道单曲 跟大家聊音乐 聊友情 他会一起走进滑雪场 展现他们青春 活力 教育的另一面 还想什么 赶紧跟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Vivo智能手机 MTV新派 欢迎各位来到Vivo智能手机 MTV新派 乐想即是乐想生活 今天请到的这几位大男孩 他们有很多的名号 他们有鲜肉 有偶像 有这个人气天团 欢迎到就是Yunique 大家好 来一起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们是Yunique 欢迎 分别再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 低音说唱的队长妈妈周一生 欢迎 欢迎队长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 rapper唱歌的陈寅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 主唱的大柱子上柱 欢迎大柱子 大家好 我是队里的型男主唱李文汉 哇 型男主唱 大家好 我是在队里负责 这首战和舞蹈的高冷衣博 I'm falling in love OK 每个人呢都自我介绍完了 其实要说到Yunique 可以说呢 虽然说出道时间不长 但是人气非常的高 有很多的粉丝 而且公司当时也砸了重金 哇 当时是以亿来计算的 我印象当中你们某个人 不光有自己的名字 好像还没人都有自己的另外一个称后 对不对 你在队里外号叫什么 妈妈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因为年龄 年龄 太坏了 你是属于队长的老大 对 所以你要管所有事情 要妈妈照顾所有的人 对 因为我年龄比他们大 就多照顾一下他们 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个外号叫妈妈 你平时都会怎么样去跟他们管理他们 比如说吃饭睡觉都是这个点必定的 因为我听他们可以吃饭吗 现在 你听他们的 对 他们命令你 他照顾人的方式主要体现在 他就是对人很包容 然后他又 他就是像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没人检查家里的灯啊 什么什么东西 有没有关 然后他就一个人在家里 把他们全关掉 然后再走出来 大总管的感觉 但是总是慢 我们就可以被他们先慢 就被他们吐槽 对 好 这是队长的这个外号叫做妈妈 接下来 你咧 我呢 酷 天津浪漫 酷 超可爱 超可爱 对 不是可爱 不是 超嘛 然后就跟超发现很相似 OK 超可爱 不是我是天津浪漫的 天津浪漫的超可爱 哈哈 你自己不觉得自己可爱 嗯 我觉得我不是可爱的感觉 但是别人看我的时候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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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rapper对不对 对 你是要说唱 说唱像很有型的那种 啊 说唱的时候我 可爱 你是可爱的 哦他是可爱 是kiyomi rapper 是kiyomi rapper 好OK 这是你了 接下来呢 大柱子 你的特点是什么